建国后,毛主席南下视察安庆,意外得知陈独秀之子在窑场搬砖,当即指示,给予照顾。 1953年,毛主席为检验三大改造工程,南下巡查诸省市。 当主席行至安徽安庆,意外想起了生长于此的共产党元老陈独秀。 出于好奇,毛主席当即询问陈独秀后人情况,没成想却意外得知陈独秀三子在窑场搬砖为生。 大惊之下,毛主席当即指示,照顾一下,陈独秀之子为何沦落到搬砖为生? 陈独秀的其他孩子又有怎样的人生境遇? 请各位观众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起走进陈独秀孩子们的故事。 建国后,毛主席南下视察安庆,意外得知陈独秀之子在窑场搬砖,当即指示,给予照顾。 1953年春,中国进入三大改造的最后阶段。 毛主席为了解各省市的实际情况,为后续的国家发展计划做出提前考量,特意南下视察各省。 在抵达湖北汉口后,毛主席为方便后续对长江沿岸城市的视察工作,换成海军军舰长江号。 1953年2月20日晚,随着军舰呜呜的警报声响起,长江号顺利抵达安徽安庆。 军舰顺利靠岸修整后,相关工作人员立即下船,紧急联系安庆地委书记傅大张。 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安庆地委在事前没有得到相关通知。 即便是工作人员找到傅大张时,也只是含护其词地表示,傅书记,有中央领导要见你。 傅大张一头雾水,盲问,究竟是哪位首长? 前来传信的工作人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随即表示称,你跟我们走,上了军舰就知道答案了。 傅大张不宜有他,随即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往军舰所停靠的安庆江信码头。 待傅大张一登上军舰的甲板,他的眼睛顿时便亮了起来。 在甲板上之上,一位魁梧壮硕的老人正在等待他。 而他一眼便认出,那位老人正是新中国的最高领袖毛主席。 随着心中的答案落地,傅大张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惊呼,毛主席。 主席听到此话,当即主动伸手。 傅大张忙俯身伸出双手,牢牢握住了主席的手掌。 看着眼前激动不已的安庆地委书记,毛主席淡然与他寒暄起来,并招呼他坐下详谈。 安庆地区作为我国的重要金属矿藏集中地,其工业发展潜力巨卡。 无论是在晚清宁国时期,还是在建国之后,我国都极为重视安庆地区的发展。 因此,毛主席针对当地发展情况,与地委书记傅大张谈论了许多内容,较为透彻地了解安庆的具体发展程度。 在结束对工农业方面的谈话后,毛主席突然对傅大张发问道, 安庆是陈独秀书记的故乡,现在他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在安庆? 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 虽然,在其人生后期,相较于毛主席的革命斗争理论,陈独秀显然已经有些落伍, 但毛主席却从未因此对陈独秀抱有一定的惩戒。 即便是曾经多次遭受打压,毛主席也从未忘记过陈独秀书记在自己当年年轻之时的首识。 因此,对于这位工过参办早期领袖,毛主席已经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对于他的孩子们,自然也有着关心爱护之一。 这也才有了询问傅大张的问话。 傅大张一听毛主席询问陈独秀家中情况,当即回答道, 他现在还有一个三儿子陈松年留在安庆。 如今,正在安庆的窑场内担任搬运工人, 每月收入大概在20余元左右。 但他家里人不少,生活稍微有些困难。 听完傅大张的报告,毛主席陷入了短暂的思索之中。 在片刻后,主席认真说道,陈独秀对党是有过功劳的。 我们都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他的后人有困难,我们应该要照顾一下吗? 傅书记连连点头,表示一定会遵照主席的意思, 对陈松年提供帮助。 此后,二人又借助陈独秀的话题谈论起早期党组织革命的问题, 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多,副书记才从军舰之上离开。 第二天清晨,毛主席结束了视察安庆的计划, 成军舰向南京地区驶去。 而安庆地委政府则遵照毛主席的指示, 开会研讨具体对陈松年的额外补助。 最终,经过安庆地委领导的商议, 最终由地委的统战部每月以劣势家属为由, 补助陈家30元生活费。 陈松年在收到补助后百感交集, 便对毛主席画像鞠躬,便感慨道, 这不仅是生活上的照顾, 还是给陈家政治上的认可啊。 作为党早期领导之子, 陈松年为何会沦落到搬砖度日的程度? 他的其他兄弟姐妹又有怎样的命运呢? 建国后,毛主席南下视察安庆, 意外得知陈独秀之子在窑场搬砖, 当即指示,给予照顾。 1910年8月, 著名的民主人士,革命家陈独秀先生, 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 作为知名文人, 陈独秀以松鹤延年之意, 为自己的第三子命名为陈松年。 因为出生年月正值中国改天换地之际, 陈松年幼年时期很少能够见到父亲。 即便是他出生之时, 其父也在全国各地为革命事业所奔走不停。 因为多次遭遇抓捕危机, 为了保全自己安危, 陈独秀只能主动四处飘零, 与家中断绝了消息。 可陈独秀还是太过看清了政府的无耻, 在苦寻陈独秀不得后, 安庆地方政府直接带兵抄家, 准备将陈家人一网打尽。 年岁稍长的两位兄长陈延年, 陈乔年在发现政府的官兵后, 当即带着弟弟越墙而走。 因为彼时的陈松年年仅三岁, 因此在翻墙过程中, 不幸摔落在了邻居家的澡盆之中。 好心的邻居假意为其洗澡, 这才躲过了追捕陈家人的官兵搜查。 前来搜捕的官兵们为了找些业绩, 将陈独秀长兄之子抓捕, 以陈独秀之子的身份进行审判, 并最终为这个无辜的孩子奉送了四年的老语之灾。 尽管陈独秀与家人断绝联系, 尽可能减少自己被抓到的风险。 但其短短的一生之中仍旧五次被捕入狱。 1932年10月, 已经卸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的陈独秀, 在身患肠胃重病情况下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带领。 尽管彼时的陈独秀已经不再是党内重要领导, 但国民政府为了凸显自身的攻击, 仍旧高调宣布了抓获共党领袖的消息, 并很快将他关押至南京老虎桥监狱之中。 而这次高调的抓捕, 也让已经顺利成长为青年的陈松年, 见到了自己多年未曾谋面的父亲。 在母亲的带领下, 已经22岁的陈松年来到老虎桥监狱探监。 待他见到肩房之中那个胡子拉叉, 衣衫破烂的中年人时, 他情不自禁地落下内来。 看到儿子这副模样, 遭受囚禁的陈独秀却对儿子表示道, 男儿有泪不轻弹。 男子汉要经得起作者, 有泪是没出息的人才会有的表现。 尽管其话语十分严厉, 但陈松年还是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深深期望。 作为家中三子, 陈松年相比于两位哥哥显得那样出众。 因此, 其父亲对其要求严格也算是情理之中。 此次探监之后, 陈松年算是与父亲在亲情上连接起来。 彼时的他, 还在安徽大学就读。 在首次探监之后的每年寒暑假, 他都是前往南京与监狱中的父亲团聚。 1937年8月, 在国共合作的大前提下, 遭受多年关押的陈独秀终于从监狱解脱。 提前得知消息的陈松年紧急赶往南京, 与自己的继母潘兰珍一起迎接出狱的陈独秀。 1938年, 因为抗日形势的变化, 陈独秀做出了内谦重庆的决定。 陈松年很快也收到父亲的消息, 带着自己的妻儿和祖母一起, 由安庆前往重庆江津。 在抵达江津后, 陈松年一家与父亲选择定居于此, 陈松年在父亲一位老朋友的帮助下, 顺利进入一所中学担任总务工作。 虽然因为日寇侵略中华, 陈家的祖产早已遭到侵占, 欲居江津的陈家人生活十分拮据。 但在乱世之中, 一家人能够团聚一处, 安定地生活下去, 已经给陈家人带来了幸福和温暖。 1942年, 陈独秀定是将军, 陈松年在一众友邻的帮助下, 妥善处理好了父亲的后事。 五年之后, 在一位好心木材商人的帮助下, 陈松年将祖母和父亲的尸骨运回安庆, 并回到自己的故乡定居。 除却陈松年外, 陈家子弟还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 他们各自又有怎样的人生结局呢? 见过后, 毛主席南下视察安庆, 意外得知陈独秀之子在窑场搬砖, 当即指示, 给予照顾。 陈独秀一生三任夫人, 共为他诞下了四男两女。 其中, 前三子与长女均为首任夫人高晓兰所生, 其余一子一女为第二任夫人高军曼所生。 而在这数位子女之中, 最为突出的便长子延年, 二子乔年两兄弟。 两兄弟在少年时期同在安徽求学, 待年龄稍长后便前往上海, 与正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父亲一起生活。 因此, 自小两兄弟心中便燃起了革命的火焰。 为了让两兄弟获得足够的成长, 陈独秀对二人十分严苛。 他不仅不给两兄弟生活费用, 甚至所处的居所也是陈独秀所在杂志社的发行厅。 作为姨母和继母, 高军曼对两个孩子的遭遇十分心疼, 找到陈独秀希望能够善待孩子。 没成想, 陈独秀却庄重表示称, 富人之人。 少年人就是要他自创前途。 尽管这样的管教方式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但却成功锻炼出了两兄弟坚强的意志和刻苦的精神。 很快半功半读的两人都顺利入学负担。 随着五四浪潮的涌动, 这两位从小就点燃革命热情的兄弟, 在大浪逃杀的历史中显露出了他们的光辉。 他们率领上海学生积极参与五四运动, 展现了坚定的革命精神。 1920年, 陈氏两兄弟与同样属于少年殷豪的周总理共赴欧洲, 开始深入接触马克思主义, 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因为其自身对马列主义的深厚研究, 回国之后, 二人迅速成为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共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作为鄙视党内少有的高材生, 连年出任了广东省委书记, 乔连泽就任中共北方区为总治部长, 均在党组之中担当大人。 如果二人没有遭遇后来的意外, 也许在我党的历史之中, 还会出现两位成就非凡的领袖。 可惜, 沐秀于林, 封闭催致。 陈家人一门三委员的盛况, 不仅让我党成员感叛, 也让国民政府心中不安。 1927年, 老蒋发动反革命政变, 上海党组织因此遭虑了严重破坏, 急需一位干将出面重新组织。 很快, 党组织任命陈延年调任江浙区委书记, 前往上海主持工作。 没成想, 这个决定, 却让少年殷豪的陈延年送了性命。 1927年6月, 延年遭到国军逮捕, 在国民党元老吴智辉污蔑下, 被乱刀砍杀。 仅仅一年之后, 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被捕, 于6月遭到敌人杀害。 陈独秀长女玉莹, 幼年时与母亲一直生活于安静老家。 在大革命失败后, 因为担心两位兄长安危, 遂前往上海打探消息。 结果意外得知两位兄长均被国民党残杀的消息。 悲痛之中, 这位少女并跑上海, 并很快与上海离世。 至此, 高小兰的三子一女人生 已经交代完毕, 仅剩下高曼居的一儿一女。 高曼居生下的儿子名为陈鹤年, 出生于1913年。 少年时期便在家族指引下, 接触到了我党的外围组织。 在一二九运动中, 这位少年甚至还是北平的学生领袖之一。 在毕业之后, 他以半报纸为掩护, 暗中为我党组织提供情报, 称为地下党员。 但后来因为遭到日军怀疑追捕, 他与妻子于1938年逃亡香港避难。 抗战胜利后, 他仍旧以报社工作为生。 2000年, 陈鹤年病逝香港, 而他的妹妹陈子美, 相较而言, 人生更为坎坷。 作为女性, 陈子美始终以普通人的身份是人, 并未积极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 因此, 在时代洪流中, 她始终未受太大影响。 建国后, 她留在上海, 担任街道接生员, 后来移居广州。 可因为其陈独秀子嗣的身份, 在60年代, 陈子美被打倒为右派分子 成为了人民的斗争对象, 整日接受揪斗。 即便是她的两个孩子, 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因为不堪忍受, 陈子美冒险与孩子们偷渡香港, 并辗转前往美国避居。 2008年, 陈子美病逝美国。 中文字幕庄 中文字幕庄 中文字幕姿